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歐盟委員會宣布對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 加徵附加關稅後 將會對中歐貿易關係造成巨大影響 有外媒分析說 其中受創最重的 可能是在中國設廠製造汽車的外國車企 例如是美國的Tesla 法國雷諾和德國寶馬 這些在中國製造的外國品牌汽車 大約佔中國向歐盟出口汽車的六成 他們在新規定下 平均要增加21%的附加關稅 這樣一來可能會迫使到歐洲品牌汽車製造商 將生產線轉移離開中國 又經中文網指出以2023年為例 在歐洲銷售的電動汽車中 大約20% 即30萬架從中國進口 中國產品的銷售額達到110億歐元 根據中國承用車業界團體的數據 中國電動車出口大約有四成燒往歐洲 歐洲成為中國出口電動車最大市場 而從中國燒往歐洲的電動汽車品牌中 有28%是上海美國電動車生產商Tesla所生產的 其他還有法國的雷諾汽車在湖北生產的 平價副品牌達契雅 以及在遼寧生產的德國寶馬 三者總數加起上來大約佔中國 輸往歐洲出口電動汽車的六成 綜合多方的分析 無論是外媒還是內地的專家普遍都認為 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額外的關稅 可能對中國電動汽車生產商的業務有一定的影響 但中期來看有能力的廠商會由出口改為出海 到歐洲設廠 客觀效果是加速了中國電動汽車廠商 發展成全球佈局的國際大企業 令中國品牌成為世界級品牌 另一方面也不能說歐盟這個決定沒有大影響 這個影響超越了汽車製造業 而是從根本上破壞了中歐貿易關係 甚至是中歐關係的 從貿易上觀察加關稅的決定一出 歐盟內部的叫慘聲音大過中國內部 一直被視為中國對外政策方向標的 央視旗下社交平台公眾號玉淵譚天 引述業內人士透露 中康內部正在推進提高大排量汽油車 進口暫定關稅的相關程序 同時商務部早在年初已對源自歐盟的 白蘭迪啟動反傾銷調查 業內專家就預測這個個案的初步裁定 有望在8月底之前公佈 除了法國的干入、空中巴士 這些被媒體認為最有機會受衝擊 成為加關稅的對象 在商務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媒體就問到 據報導中國工業界正是遊說政府 對歐盟的與製品展開反補貼調查 並且對歐盟豬肉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瓦東說 根據中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世貿組織的規則 中國國內產業有權提出調查申請 維護正常市場競爭秩序和自身合法權益 對於國內產業提出的申請 調查機關將會依法進行審查 符合立案條件的調查機關將會啟動立案程式 依法對外披露和發布公佈 商務部的回應並沒有否認相關的報導 這顯示由牛奶、芝士、豬肉、乾飲、凶巴 中歐一旦爆發貿易戰 這些歐盟產品很難置身事外 還有從民間上觀察 美歐擺明是鬥不過中國電動汽車的製造技術 和成功控制成本的綜合發展模式 而是洗橫手強行用加關稅的粗暴方式 試圖阻止中國製造業向高端發展 中國消費者對於美歐等西方國家 會留下極壞的印象 長遠對美歐的品牌造成負面影響 央媒透露了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調查中 包括了極不合理的條件 第一歐委會抽取的三家企業是上汽、吉里和比亞迪 為什麼抽取這三家呢? 歐委會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理由 國家法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確結說 在抽養中排除出口量靠前的歐美企業 只是選擇中國本土企業 抽養標準不合規、過程不透明 結果也不會公正 第二三家被抽養的中國企業有超過200間的關聯企業 被要求提交問卷 而答覆超過100份補充問卷 配合歐委會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實地核查 中國基電產品出口商會秘書長 第二孫曉雄說 無論是時間還是調查樣本量是歷史上少見的 第三孫曉雄說 中國企業反映歐方在調查中要求他們提供電池配方 據他了解 歐委會要求中國企業提供的信息中 有很多都涉及到企業的私隱、商業機密、核心技術等信息或數據 這些都是中國電動汽車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令人感到是歐盟電動汽車競爭不過中國電動汽車 令人質疑歐委會是想用搶的方法來獲取的 孫曉雄說 更不透明、不合理的是 歐盟還採用了自己搜集的數據來補充那些他們拿不到的數據 至於這些數據是否客觀真實 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當中 簡單總結 央視旗下的玉冤譚天、有部署地公開了 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企業的調查中的不公平手法 其中要求中國企業提供電池配方就極不尋常 這段消息在中國互聯網上引發了廣泛關注 不得不令中國民眾感到 歐盟是明目張膽地竊取知識產權 鬥不過中國電動汽車的高薪技術就要搶 這一種對美西方政客的厭惡感正在中國社會中增加的 近日有媒體就發現 資料顯示中國遊客不再偏愛美歐、日、韓的旅遊 開始轉向中東 南華早報6月12日報導說 疫情之後中國興起出境遊熱潮 現在有大批中國遊客湧向 亞聯遊、沙特阿拉伯、愛及、摩洛哥、伊朗、卡塔爾等 中東和北非國家 攜程網的資料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頭3個月前往中東旅行的預訂量增加了3位數字 今年6月 阿聯遊旅遊機構就透露去年阿聯遊一共接待了120萬中國遊客 遊客的人數預計今年將會實現大幅度增長 全球諮詢公司牛津經濟研究院同樣預測 中國出境遊的復甦將會由中東地區等目的地引領 分析師和業內人士就認為 中東吸引中國遊客的有兩大因素 是實惠的機票和簡單的簽證要求 他們還預測鑑於中國和中東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繫 這個地區在吸引中國遊客方面 可能會超過很多競爭對手 報導引述一個例子 25歲的孫海爾 是一名住在北京的銀行職員 五一黃金周期間 他和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一起 選擇前往中東旅遊 在阿聯酋的迪拜和阿布達比逗留了4天 他說歐洲和美國太遠了 成本太高 如果去日本、韓國或泰國 又不能給他長途旅行的感覺 因此他就選擇了迪拜 他最初同樣被中東的低成本所吸引 黃金周期間從上海到迪拜的往返機票 只花了大約3,700人民幣 大約是巴黎往返機票價格的四分之一 南華早報就說疫情之後 中國和中東之間的航班迅速恢復 有助於降低機票的價格 中國民航資料網顯示 目前中國和中東之間 每個星期的航班數量已經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埃及和沙特到中國的航班數量甚至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 重量行大中華區酒店集團負責人周圖就說 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 中國和中東國家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繫 最新的旅遊熱潮已經到來 他說隨著中國和中東合作的深化 雙方間的航班數量將會持續增加 並且是迅速增長 相較於與西方國家繁瑣的簽證程式比較 中東國家相對於簡單的簽證要求 也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旅客的數量增加 目前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 大部分中東和北非旅遊目的地 都對中國公民實施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政策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范洪達就說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也可能進一步解釋了 中國遊客對中東的興趣增加 他認為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並非處於最佳時期 目前的關係狀態可能是令到一些人想要訪問中東 而不是西方的一個原因 報導說從公共部門到私營部門 中國和中東國家一直都在積極促進民間交流 例如上個月在迪拜舉行的阿拉伯旅遊市場貿易展上 中國參展商和旅遊專業人士的數量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 沙特旅遊報大臣艾哈邁德哈提布就說 沙特等主要中東國家2019年才向中國遊客打開大門 將中國視為外國遊客的重要來源 因此市場潛力巨大 伊朗同樣在2019年才向中國遊客提供免簽證的優惠 資料顯示自2022年開始 中國和伊朗的高級官員舉行過大約10次會議 討論重點是民間和旅遊政策的交流 此外范同達教授還認為 神秘而且極具吸引力的中東 將吸引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 他說有經濟實力出境遊的中國遊客 可能已經去過美國和歐洲很多次 所以中東顯而是下一個對他們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在上海從事諮詢顧問工作的梁伊娃 曾經在倫敦生活 他在這段期間幾乎走遍了所有西方國家 他說中東是現在最吸引他的旅遊目的地 疫情結束後他已經去過伊朗、約旦、伊拉克、 黎巴嫩和敘利亞 梁伊娃說他現在想再去中東地區 探索更多不同的地方 因為中東自由 讓他可以以一種客觀的方式看待世界 他指當他在中東時 可以相對客觀地看待這個地區 不會受到世界各地媒體的影響 值得留意的是 報導中前往中東的中國遊客都是多數年輕人 他們生長在中國崛起的年代 目睹的是美西方對中國很多不公平的打壓 近幾年西方政客的極致表現 都令美西方這個先進文明的形象正在退色 這對比起對中國電動汽車加關稅的影響更深遠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burg字幕澡 MING PAO CANADA 電磁 MING PAO CANADA 電磁